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今天就要開學了 基隆市環保局從上個星期開始 就針對66間學校進行全面大消毒 基隆市長林用昌也對各校 是進行了視訊的會議 來連線掌握各校的防疫情況 詳細請請我們連線記者李子涵 穿著防護衣戴上護目鏡 仔細噴灑消毒 校園裡的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明天就要開學了 基隆市環保局走進校園展開大消毒 一個戶外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環境 然後公廁 還有一個有趣的一個場所 然後進行大規模的一個消毒 基隆市環保局從上禮拜開始 陸陸續續針對66間學校 進行全面大消毒 預計開學前會全部消毒完畢 開學日當天 學生家長和老師也要先量體溫 確認正常後才能進入校園 如果有發燒症狀 就會被帶到觀察區 成功國小陳校長有聽到嗎 基隆市長林又昌也親自到校視察 準備視訊設備 與各校進行會議 連線掌握防疫狀況 新冠肺炎疫情延燒 開學日又要到來 各種防疫措施都絲毫不敢鬆懈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消息 明天就要開學了 包含家長 學校 老師 現在是全面的備戰 而這要開學據說還有第二波的防疫架 要開始了嗎 這個是勞動部長許明春 他在立法院的時候說 不排除在這個各級學校開學之後 啟動第二波的防疫照顧架 但是大家就要問說 那第一波有人請嗎 這其實這個蔣冠安就說 第一波防護架他們統計 其實只有大概0.01%的公務員有請 所以現在立法院就是要朝野協商 就針對說是否要納這個照顧架 津貼來作為一個朝野協商的焦點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寬哥 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現在比較 最快速度的話是香港 香港的話他們是直接發錢 因為他們說這一波小朋友 都沒有去讀書 所以他們小朋友的部分的話 就是家裡面有小孩 他們說補助3500塊錢港幣 那目前在抗疫的一個 作戰的過程當中 第二波的防疫照顧架 目前要怎麼走 目前部長許明春 許部長他說 不排除25號之後開學後 再啟動第二波的一個防疫照顧架 那目前勞動部的說法 是類似緊急命令 這個是有法源的 但是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如果公家機關的請假率 都是萬分之一的話 那麼私人機關大概不用看 大概不太會有人請 所以目前以院長蘇貞昌的 一個說法來說的話 就是說非勞工不主張的話 他們就是給價不給薪 然後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說政府如果有給薪的話 會增加整個雇主的一個負擔 這個是短線來看 是比較辛苦一點的 但是來到這地方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好多人 其實心中是充滿著擔心的 為什麼心中充滿著擔心 昨天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人都在排隊 為什麼都在排隊 其實小朋友一天去學校 時間那麼長 他可能需要用到兩個口罩 可是現在你一個禮拜 是七天買四個 其實對很多的小朋友來說 大家最擔心的是 後面該怎麼走 我們把最近北京的開工慣例 跟各位報告 北京開工慣例 他們一個人的中間的隔閡 要2.5平方公尺 也就是說每個工作人員 他需要0.87平的一個空間 進電梯的過程當中 電梯只能做半數的人 所有的健身器材他是不能用 那我們台灣這麼多的學生衝進去 學生更難控管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請各位要記得 要保護小孩 更要保護長輩 目前來看的話 小朋友的開學 大家都很緊張 好 接著我們就來連線 這個台北市新民小學的 學務主任蔡俊宝 其實明天就要開學 現在家長們其實都很關注說 校園的防疫 我們今天就來前進校園 帶觀眾來看一下 直擊一下 學校是如何演練 我們來請教蔡主任 能否帶我們了解一下 明天迎接小朋友 上學 學校現在有如何預演 是不是有一套SOP呢 是的 我們已經剛剛也召開了 超大防疫會議 那我們基本上為了 是看小朋友 我們有兩個體溫測量站 一個是前門 一個是後門 那前門我們分成為了疏通 我們分成三個通道 每個通道都會有兩位老師 那兩位老師 其中一位是負責測量體溫 那另外一位是噴消毒液 噴消毒液 那我們明天已經做好多權的準備 只要小朋友來 我們就會依序排隊測量體溫 我們剛剛也已經請那個知情人員已經有 也定過 那我們現在也實際整個動線 再實際演練一次 我們小朋友排隊 依序排隊到測量站 我們有兩位老師 其中一位就測量體溫 那一位就分消毒液 雙手分消毒液 那如果說他的額溫是未達37.5度 那就順利就可以進到校園 那如果說他額溫達到37.5度 那我們就要復篩 那復篩我們這裡設有一個等候 臨時隔離的等候休息區 那就會到臨時隔離休息區 這邊復篩 復篩用額溫 如果額溫達到38度 那我們這邊就會做登記 登記 把上聯絡家長也通知導師 那請家長來帶去就醫跟休息 一直到康復為止 那這當中我們也請導師 要隨時保持跟家長聯繫 保持關心 那整個他的發展狀況 那同時我們看看醫師那邊 會不會進一步的做篩檢 如果說篩檢又有確診 那我們就那當然就按照 教育部中央流行指揮中心 他公告的該停課 我們就按照他的整個標準的 SOP來停課 那復課之後 我們也有所謂的復課的補課計畫 我們現在看完這個防疫流程之後 其實家長也很關心說 現在學校因應開學 防疫的備品到底做了多少準備 這些備品預計可以支應多久 我們的備品 董事長跟校長也非常關心 我們董事長親自去買了這個 就是雙手跟檢疫的消毒的 分手的消毒液 那我們另外洗手台 因為我們一定要提醒小朋友請洗手 因為Coffee的污染 飛沫跟接觸 所以我們整個洗手 肥皂 還有吸收乳 那我們消毒分兩個 一個是徹底的消毒 我們會請職工 全面性的 只要小朋友任何可以接觸到的 我們就徹底的消毒 另外一個叫做簡易消毒 簡易消毒是由班級老師跟客人的授課老師 在教室裡面會經常碰到的接觸到的客桌魚 還有他的雙頭 大概經常碰到的 我們就用簡單的酒精消毒液來做消毒 那當然樓梯的扶手 包括廁所的門拔 這個都是我們消毒的重點 那這裡有漂白水 漂白水是職工徹底消毒 用了吸收100倍 那麼吸收乳也有補充 這個都沒有問題 酒精液我們已經準備非常多的量 這個也都沒有問題 那另外口罩的部分 我們口罩 基本上一個班級配發一盒 一盒口罩 那一盒口罩作為防疫備取之用 我們並沒有要統一配發給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這邊 我們也要拜託家長 幫小朋友準備兩片口罩放在書包裡面 那這兩片做什麼用 作為防疫備取之用 也就是說 比方說班級 有小朋友發燒 發燒這個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強制 全班每位小朋友都要佩戴口罩 這個時候這個就用得上 那兩片也用得上 包括這個背景也用得上 對 帶兩片 就是說家長為小朋友準備兩片 是背景用 那平常家長可以評估 他準備的數量 是不是要幫小朋友另外準備 隨時配戴口罩 那當然我們也要強制 小朋友配戴口罩的條件 第一個 比方說抵抗力 免疫力比較低的 那本身第二個 就是他有呼吸道的現象 或是有流鼻水 咳嗽 等等這些 然後去發燒 那我們就會強制他一定要戴口罩 那如果說班上 我們老師進來之後 我們在中午的時候 每一班都配發一支耳溫槍 我們也要要求老師 要幫小朋友量體溫 中午再量一次就對了 我們家長這邊 中午量一次 那我們要請家長也幫忙量兩次 至少量兩次歷選的 第一個 上學之前在家裡面就先